经历过一次心脏病爆发的陈先生在接受治疗后 病情已逐渐稳定 陈先生现在想知道他是否能做跟以前同样的活动 有哪些事项他应该避免 他应该更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呢 据陈先生的物理治疗师说 陈先生是可以逐渐地恢复他往常的日常活动的 陈先生应该从轻微的活动开始 慢慢地增加活动量 这有助于他的心脏恢复并防止他进一步受损 陈先生如果想开始尝试新的活动 就需事先征询他的医生或物理治疗师的意见 陈先生在经过治疗过程或手术后能做的活动范围和程度取决于 陈先生的年龄 心脏受伤的轻重程度 之前的活动量和他是否曾经有过心脏旧伤 为了避免让陈先生的心脏负荷过多的压力 甚至造成胸痛的可能性 陈先生需预先筹备和计划好他当日的活动 以下的小贴士能帮助陈先生计划讨他的一天 分清哪些活动会比较简单 把活动分散至一整天的时间 而且把简单与较粗重的活动互相穿插 确保在相邻的活动之间有充足的休息时间 而避免匆忙地完成 避免熬夜 陈先生应该避免做些会使心脏负荷过多压力的活动 例如剧烈重复性的手臂活动 举起超过5公斤重的物体 让两手臂高过肩部的活动 对陈先生来说 他可以在一至两个星期以后做些较简单的家务 例如使用洗衣机洗衣物 铺床 汤衣 烹煮 买菜与购物 清洗碗碟 扫地 和打扫成灰 较粗重的家务应推迟到至少在治疗后的 二至四个星期以后 以免增加心脏工作量 例如洗车 擦地板 提着较重的杂货 在高处或狭窄的地方清理 洗厕所 晾衣服 园艺 和更换天花板灯泡 您现在已了解像陈先生这样的心脏病人应该做些什么 和不应该做些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运动能如何帮助您吧 除了定时吃药和饮食控制 运动也是一项能帮助您康复和避免或舒缓心脏疾病而化的重要治疗 一个好的运动项目会让您的心脏更强壮 同时也会预防您的心脏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运动对您的帮助包括有 改善体力 改善呼吸急促 减轻疲劳症状 使骨骼和肌肉更强壮 更有伸展性 有助于降低血压 帮助控制体重 每个运动项目都应该包括三个阶段 从热身阶段开始 接着是健身阶段 最后则是量身阶段 热身是您的运动项目的第一阶段 通常需要5到10分钟 热身不只能使您的身体为运动做好准备 也能减少肌肉和骨骼的受伤几率 热身阶段中的自由伸展和拉伸运动 会逐渐增加心脏的活动量 以减少发生胸口疼痛或心跳不规律的现象 健身阶段是您主要的运动阶段 通常需要持续10到30分钟 最适合的是有氧运动 例如步行 骑踏脚车 游泳或慢跑 运动应该在出院后而慢慢开始 然后再逐渐加长锻炼时间 量身阶段是运动步骤的最后阶段 通常需要持续5到10分钟 让身体从健身运动中慢慢恢复 量身能避免血液在脚步聚集 也能预防肌肉酸痛和紧绷 轻微的运动 比如慢步及拉伸运动 能让心跳和血压 逐渐恢复到休息时的水平 要从运动中获得最佳效果 就要记得保持身体健康的 四项基本要点 那就是运动的频率 强度性 方式和时间 一周内如果可以几乎每天都运动 一小时是最为理想的 运动的强度性要用四种方法检查 那就是观察症状 观察呼吸的舒适程度 检查脉搏 和使用自我评估心骨程度表 运动时您应该感觉舒适 而不该有任何的不适或疼痛 如果您经历以下的任何症状 如心脚疼痛 头晕 呼吸困难 或大量的出冷汗 请马上停止运动 在运动时 呼吸的速度和深度 有增加的趋势是正常的 但若运动强度太过激烈 那么您的呼吸就会越来越困难 如果您能在一口气内从1数到15 而不停下来超过两次 那就代表您的运动强度是适当的 在休息时 您的心跳会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我们可以计算一分钟的脉搏 来测量心跳的快慢 将两根手指放在靠近您手腕的脉搏上 并在10秒钟内激素节拍 然后再用以上的公式来计算您的休息脉搏 当您运动时 您的脉搏只能最多超过您的休息脉搏20下 例如 如果您的休息脉搏是每分钟80下 那么您的运动脉搏不应该超过每分钟100下 这是您运动时所允许的最高心跳 脉搏应该在热身前 健身期间和量身运动后的5分钟之后而计算 自我评估辛苦程度表 能检测您的运动是否在适量的强度 运动的理想程度应该介于程度表的11至13之间 代表您运动时 应觉得轻松或稍微困难 有氧运动有助于增进您的心脏和全身肌肉的功能 所以步行、骑脚踏车、游泳或慢跑都是适合的运动 步行皆是对康复患者最合适并且比较安全的运动 当然 在您开始任何较激烈运动之前 请记得征求您的医生的意见 运动时间是指您健身阶段所持续的时间 根据您的医生或物理治疗师的指导 您的运动时间可逐渐从20分钟增加到60分钟 以下是糖尿病患者须知的运动注意事项 当您运动时 您的身体会消耗体内更多的糖分 以补充您的体力 运动、胰岛素与口服糖尿病药物的综合效应 可能会使您的血糖在运动时和运动后降低 若您的血糖值低于推荐的范围内 请在运动前吃一份水果 若您的血糖值高于推荐的范围外 请不要运动 糖尿病患者在运动时 若出现任何血糖低的症状 就得立刻停止运动 由于运动期间可能随时出现低血糖症状 建议糖尿病患者携带一粒水果 并在低血糖时可食用 对于那些没有血糖检测器的糖尿病患者 病人可以在进食两小时后安全进行运动 运动后糖尿病患者可以在用餐时 选择含有较多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来补充体内所流失的糖分 让我们开始运动吧 以下的一些动作是物理治疗师专为您准备 他们是适合在家里做的简单运动 请记得在运动前和运动后测量您的休息脉搏 若您患有糖尿病 请记得在运动前和运动后测量您的血糖指数 耸肩 向上耸动肩部 然后放松 重复五到十次 手臂旋转 把手指尖放在肩膀上 用胳膊画出旋转式的动作 重复五到十次 手臂运动 右手臂向上举动 然后放下 重复五到十次 左手臂也重复一样的动作 五到十次 手肘运动 两手肘向上弯 然后再伸直 重复五到十次 身体转动 两脚分开站立 身体左转 然后回到起始位置 再向右转 重复五到十次 身体旁弯 两脚分开站立 将身体向左侧旁弯 然后回到起始位置 再向右侧旁弯 重复五到十次 重复五到十次 小腿伸展 把您的右脚往前踩一步 然后把右膝盖弯曲 并确保后边的左膝盖保持拉直的姿势五秒钟 不把一只脚直接放在另一只脚前面 重复另一边 大腿内侧伸展 两脚分开站立 右膝盖往侧边弯曲 保持左膝盖拉直 身体不要转动 维持五秒钟 重复另一边 大腿前侧伸展 把右脚往后弯曲 并握住您的右脚踝 确保膝盖直向地面 以免站不稳 请握住稳定的支架来保持平衡 姿势维持五秒后 把脚放下 重复另一边 就地步行 用一只手握住稳定的支架来保持平衡 然后就地步行五到十秒钟 作战锻炼 慢慢地将自己推起至站立之势 然后轻轻地坐下 重复五次 膝盖伸展 您的右脚往上伸直 然后再放下 重复五次 同样的 左边也重复五次 脚跟提高 握住稳定的支架来保持平衡 然后踮起后脚跟 再慢慢地回到地面 重复五次 宽关节外展锻炼 用一只手握住稳定的支架来保持平衡 然后向旁边抬起右脚 再慢慢放下 接着重复五次 右脚回到原位后 转身 同样地为左脚重复以上动作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向您的物理治疗师或医生征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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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反方的意义 如果要有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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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